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是Java课程的第21期 本期的主题呢,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Sprint Day的GPA开发之最少的代码维护用户实体 咱们上期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工程 并且呢,生成了一个用户实体user,对吧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要维护这个用户实体 对它进行增删查改 但是呢,咱们还要以最少的代码量完成咱们的工作 该怎么做,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让咱们马上开始吧 好的,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使用Sprint Day的GPA开发 最少的代码维护用户实体 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按照惯例,咱们还是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就是咱们今后要做整个Web用程序的架构 咱们呢,有一个开始画面 用户输入内容,对吧 咱们收集用户数据 然后呢,通过点击按钮等等操作 进行提交 提交到咱们的控制器 咱们控制器接收数据 教验数据都没有问题的 在前提下,咱们呢,会调用一个叫做GPA Repository 干什么?它专门用于负责和数据库进行直接的交互 比如说,咱们要更新数据 插入数据,取得数据 咱们呢,都是通过这个GPA的信息库完成 然后呢,咱们通过这个信息库更新完数据 把新数据返回来 然后呢,咱们再通过控制器进行表示数据的组装 组装完之后,扔给渲染引擎 渲染引擎,负责渲染 把渲染的结果返回给用户 今后呢,咱们就会以这个主流程为咱们Web的开发流程哦 好的,那么该怎么做呢 今天呢,有五个工作要做 首先,咱们要开发咱们自己的用户信息类 主要是为了和数据库通信 然后呢,咱们开发自己的Web控制器 再开发咱们自己的数据装载器 这个呢,不是必须 这是干什么用的?小马是这么想啊 就是说,咱们每次在做课件 都要重新生成数据,是不是很麻烦 对吧,干脆我呢,写一个数据装载器 只要咱们程序一启动 就会自动的初始化数据库 并且呢,在里面装入一些个初始数据 这个呢,不是必须 但是呢,却是一个小技巧 今天呢,也要分享给大家 好,接下来呢,咱们开发用户的显示页面 最后呢,咱们运行调试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就给您演示如何以最少的代码 维护咱们的用户实体哦 mos假如 咱们拍拖咱们的眼泽